走私是非法的,但是利润巨大,因此让无数的人挺而走险。 他们想出了各种办法与海关斗志。 犯罪者为了走私可谓是出尽其招,把走私的东西装扮成各种物品试图蒙混过关,但是依然逃脱不了海关的火眼金睛。 接下来,我们来盘点各种奇葩走私物品,肯定让你目瞪口呆。 行李箱 在2017年,在维内瑞拉,有位女子安东妮塔带着6岁的女儿去监狱探望男友。 在当地,探监顺便过夜这种情况很常见,所以她随身带了一个粉红色的行李箱,也没有人觉得她奇怪。 在监狱探视完男友后,她让男友蜷缩在粉红色行李箱狭小的空间中,试图将她偷运出狱。 隔天,女子离开监狱时,一位狱警发现她拉着行李箱好像很费力,不是纸装的衣服和一些小东西吗? 为何会很费力呢? 狱警要求她,把行李箱打开检查。 没想到,女子的男友被撞在箱子里。 这场拙力的闹剧才得以收场。 他们想透过这样的方法逃出去,没想到被这位机智的狱警发现了。 这位男子身材很瘦很高,箱子里的东西不是很多,因此他才能撞进去。 女子的男友名叫瓦格斯,因偷车被判刑9年8个月,是一名仍在服刑期的囚犯。 警方打开行李箱后,看到她以两膝盖全坐到头部的姿势,藏在行李箱狭小的空间里。 虽然她本人很瘦小,但被这样束缚着,她也依然感到不适。 脸部呈现出痛苦扭曲的表情。 骗局被揭穿后,两人都遭到逮捕。 所以说,遇遇不是谁都可以遇阅的,又不是在拍电影。 奉劝各位囚犯还是乖乖坐牢,别去练柔术了。 表现好的话,可能还可以早点出狱,也别想什么搜主意,把家人给害了。 全身上下 野生动物每年都会为犯罪市场赚取高达200亿美元的收入, 使得走私者们能够以天价出售这些稀有生物。 最近,一位来自挪威的男子在海关被捕, 因为官员注意到他衬衫下的东西一直在蠕动。 于是觉得这名男子行迹可疑,决定对他搜身。 没想到,这名男子身上帮有14条长筒丝袜, 每条袜子内都隐藏着一条年幼的宠物球蟒。 然而,荆齐并未就此结束。 当要求他脱掉骨子时, 他的腿上另外的十个罐子内, 居然装满了白话的庇护蜥蜴。 后来,这名男子向海关官员坦言, 他对于爬虫类情有独钟。 最终,他需支付1000英报的罚款, 方可脱离牢笼。 而被缴获的爬虫妹们也已移交给一间保全公司, 在挪威列为禁止饲养的宠物包括多种爬虫妹, 使得走私这类生物的事件不再是新奇之事。 鸟蛋 男子杰弗瑞·伦德拉姆是位前特种部队队员, 出生于辛巴威。 2019年1月10日, 他因为走私鸟蛋, 在英国被判入狱三年一个月。 当时他从南非抵达伦敦西斯洛机场后, 由于穿着厚厚的外套, 肚子太骨, 被海关人员拦下搜查。 结果发现, 他腰间竟然缠着几圈白布, 打开后里面藏着19颗鸟蛋。 而这19颗鸟蛋, 后来被证实是包括秃鹰蛋在内的四种鹰蛋。 伦德拉姆因此被指控, 非法进口稀有蟒芹。 然而他在法庭上便称, 自己是从这种鹰的栖息地把它们带出来。 伦德拉姆还解释称, 南非有人砍下了这些蛋所在的树, 再把这些蛋交给他。 但事实上, 检察官调查, 这些鹰大多不是在同一个栖息地住潮。 其中秃鹰是筑巢在悬崖上, 而非树上。 所以他是在英国非法进口珍稀猛禽, 他有目的地避免了许可程序。 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鸟类的福祉, 而是出于经济利益。 而且, 这19颗蛋若顺利孵化, 估值可达10万英镑。 而关于这19颗蛋的安危, 其中两颗在机场已经孵化出来。 一颗在机场时就已破裂, 另一颗孵化成小鹰后, 三天后就夭折, 剩下的17颗顺利孵化。 大猫 全猫如家人一样, 许多人对自家猫小孩投意无尽的爱。 然而, 在宠物界, 有些人喜欢的不只是可爱的狗狗或猫咪, 他们愿意为了拥有一只大猫咪而花费不小。 2022年, 泰国警方在一个机场停车场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行动, 成功抓获一名试图非法出售一只仅四个月大的小老虎的走私者。 这样的奇异事件让人不禁思考, 究竟他们是如何让这只老虎成功通过安检? 这些走私者坦言, 他们将这只幼崽从邻国老窝偷运到泰国, 过程中都把老虎幼崽隐移在汽车后座上。 而更让人震惊的是, 他们竟然在Facebook等平台上公然宣传贩售, 尽管你或许以为拥有一只老虎是一项奢侈的代价, 但实际上, 这些非法买卖的价格低于我们想象的一万美元。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泰国自1992年起已禁止私人饲养老虎, 因此, 这些行为不仅冒险也违反当地法律。 发型 为了走私黄金图利, 竟有人愿意牺牲自己的头发。 印度海关在当地机场破获一宗黄金走私案, 两名印度男子从杜拜抵达印度青奈国际机场。 过关时, 两人奇怪的发型引起机场人员的注意, 把两人拦截仔细检查后, 发现他们的头发内藏五公斤黄金。 当地警方指出, 两人将头发剃成地中海, 剃上黄金后再戴上假发, 试图避开海关, 但最后因发型太奇怪而被识破, 政府更上船扯开犯人假发, 取出黄金的影片, 让人感受到扯发一刻应该很痛, 但画面却充满喜感。 网民笑称男人最怕秃头, 但犯人却以此齐招走私, 嘲讽他们太有才华了。 在印度, 携带黄金登机本身并不违法, 但乘客必须申报其进口或出口数量, 并缴纳必要的税款。 巧克力 一名德国男子企图以巧克力的形式, 偷运三只摩洛哥龟进入德国, 结果被机场人员发现。 尽管他试图通过一条绿色通道进入德国, 绿色通道是为那些没有货物需要登记的人准备的, 但他受到了官员的检查, 而且在他身上发现了一个包含奇怪内容的包裹。 当被问及包裹里装的是什么时, 这名男子声称那只是巧克力, 但官员们很快就发现这三个东西实际上是乌龟。 海关官员提供的照片显示, 这些乌龟被整齐地摆放在一个盒子里, 盒子上面有一个透明的塑胶盖子, 它来自一个名叫Ital Potisui的糕点店。 别说, 这样一看, 还真像龟式小蛋糕, 还怪精致的呢? 不仔细看, 真的非常一甲乱针呢? 这三只龟龟不是普通的龟龟, 他们是摩洛哥陆龟三兄弟, 属于宾威物种。 最后, 乌龟们被没收, 交由机场受医照顾。 这位异想天开的老大爷, 当然要法律的制裁了。 据悉, 如果罪名成立的话, 他将面临高达五万美元的罚款, 或五年有期徒刑, 但这个还不是最奇葩的乌龟伪装事件。 2013年, 中国大陆一名理性男子, 搭乘从广州飞往北京的班级时, 因不舍和心爱的乌龟分开, 所以将它夹在汉堡中, 但还是被识破。 这个乌龟汉堡也登上各大新闻版面, 选为最离奇登机物。 手机 早在2015年, 当iPhone 5S和6S风靡全球时, 这款手机成为众多中国消费者追逐的对象。 然而, 在那个时候, 在中国想要买到这款手机几乎是很艰难的。 由于在当地市场上几乎无法取得, 走私者们开始从香港进口这些抢手的商品, 以谋取高额利润。 其中一位香港男子, 以一种极为奇特的方式引起了注意, 他将94部iPhone手机, 巧妙地绑在自己的身上和小腿上, 形成怪异的模样, 宛如兵马俑一般。 然而, 这场冒险终究未能逃脱海关的眼睛, 最终被当场捕获。 海关官员表示, 这名男子的走路姿势相当怪异, 整个身体的关节看似僵硬。 而他虽然手上只拿着两个轻便的塑料袋, 但却给人一种背负重物的感觉, 引起了他们的高度警觉, 迅速拦截并进行盘查。 考虑到香港iPhone手机价格相对低廉, 相较之下, 大陆价格较高, 因此不少水客都会趁机从香港进货, 再偷运到大陆转售, 谋求暴利。 这位以iPhone1装扮成逃勇的香港男子, 不仅在现场引起轰动, 更在网上引发网友热议, 有人戏称这简直是富豪的防贷衣。 当然, 现今的时代, 已经很难想象有人还会冒险偷渡苹果手机。 科技的进步和全球化的发展, 使得商品更容易取得, 而且各地市场之间的价格差异也逐渐缩小。 过去的奇特走私事件, 或许成为了当时时局的独特风景。 隐藏的汽车 如果你打算将某宝物藏在你的汽车上, 你会选择放在座位下方还是收纳箱内呢? 这男子对这辆车尾灯进行了修改, 装有一个秘密的储物隔层。 男子表示, 这个秘密隔层非常适合存放枪截, 工具或钓鱼装备。 尽管如此, 这还不是我见过的最强大的隐藏式改装车。 你准备好看看最厉害的是什么了吗? 看到了吧, 我不知道是哪位机械高手负责这项改装, 但根据车牌来看, 这辆车来自巴拿马, 至于他们在车上隐藏了什么, 可能是百万富翁的假钱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